哈嘍哈嘍 聖誕直的 What up 時間 今天我們好像錄片就久了一點 因為昨天晚上睡了 你晚上睡嗎 是啊 我昨天等聖誕老人 但他始終都不來 當年我老爸 就扮聖誕老人 有一個聖誕物的 昨天等也不來 所以就晚上睡了 又冷了 來你就怕了 都不怕 我不怕 我們祝大家聖誕法樂 昨天我跟他說 我下午有八個老爸 你也知道 去慈雲國 那個老闆就說 喂 棟哥還不錄賽事 我說今天錄 喂 森哥說 五鵬子很厲害 是 贏了十五次賽事 這次賽事 他出五隻馬 其實五隻馬 都有些變線機會 會不會真的 第十六次都繼續是他贏呢 還未斷纜 有馬出就有機會 我們臨場看看他 而且近期五鵬子贏的馬 好像入籍到神來之筆 是啊 走哪裏呢 就沒有馬座他的 走中就行 外檔就行 內檔就行 一上來呢 就線形散開 當年商業電台 中士前輩說走位 他一起步就線形散開 我什麼線形散開 線形散開 有些是波勾 有些是內閃 線形散開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當然不是爺爺的中士前輩 只不過他當年商業電台 走位就是這樣的 喂 排哥 前天的賽事來說 有兩件事 你現在時候都好像 有些事要說 第七場 是 錶姿影之 抗議木火英大 跑第二名的資格 結果抗議特席 就升上去第二 但是賽後 楊明磊一又要停賽 是 另外一隻 第八場 就是 何澤遙營的歡樂至寶 大家看到最後二百米 是曾經阻礙了 蔡環初出的鐵金光 佛庭賽一日 是 這兩壇好像 你也有些事 嘴喵喵喵喵喵喵 想說什麼 是 我覺得現在的壽新董事 那些作風呢 妙麗手袋 天天新款 任他講 他講完 你都不明白他講什麼 又說什麼 如何那樣 就算楊明明那場馬 我們再看 他沒有什麼錯的 他又不是打右手邊 他打左手邊 而他的馬 準備 走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收到一邊推 一撞了他 已經是 沒有繼續惡化這件事 即是沒有繼續飛出去 沒有繼續飛出去 那些罰馬不罰人 是可以考慮的 為什麼你永遠本地歧師 你就要罰 因為黃皮膚 歐洲歧師你也罰 某些人你也不用罰 因為那些白皮膚 我跟我朋友經過 他說現在比喻這樣 阿童哥 好像我們煲那些 煲糖水的那些 湯丸 湯丸 你一浮上來就 滾 剛才楊明倫一贏馬 你就罰他 第一場你介紹的那些慶貓 不是 他好些成績你就罰他 何摘耀 贏得多你就罰他 潘明輝贏得多你就罰他 但是師傅 之前我們有看 蘇紹輝和宋命倫 罰到驚 是不是 一模那麼巧啊 東哥 就是針對那十個八個 喂 你如果以前 我們識體跑馬 瘦湯丸 無償權威 如果你站得公正的 用什麼時候出來解話 還沒問你就解話 你也怕別人問你 先打定底 打定底 如果你是公道的 做得好的 怕什麼人說 我是這樣判的 很公道的 包青天來的 你說話不用說 你現在沒有公信力 你現在 這幾個董事 好像只有他認識 沒有人認識 好像其中一個最大的 是薛漢堯 薛漢堯 薛漢堯 有肉絲門 不是 我跟薛漢堯曾經做過 曾經在澳門 後期在澳門 回來香港做的 有肉絲門 有肉絲門 不是 你現在搞到這樣 經常搬龍門 搞那些佛一佛 是任你所說的 說出來的那些東西 就是 你說完 我們全部都不明白你說什麼 哎 真是 難怪頭朱黑這樣跌 14% 喂 有些那些佣財 不跌也難 另外那隻 歡樂寺寶 發一日 明顯看到他出來的時候 撞到人 是 那他發一日也很正常 大概是二級三級 他自己是二級廢牢 三級廢牢 我們不明白 九級廢牢 九級廢牢 我們完全 現在他覺得 只有他幾個認識 全香港的人都不認識 只有他幾個認識 那你這樣下去 我和你買一百元也買二十元 不跌 不是的 你好像這幾個月這樣 小米和他統計 跑十一次賽事 包括轉播 那你怎麼能夠成就 一個月跑十一次賽事 不過這些我們講的 大家都明白的了 因為我們不覺得 浪費氣 這些廢話 我們不要理他了 講完就算了 這些廢 廢物都不是 怎麼會理他 如果這樣搞下去 那些騎師 認識自己人生惑惑 除了潘頓那些 也不怕 真的人生惑惑 那你有看 為什麼人家大騎師 不來 當然有些道理 這個未必是唯一的道理 可能是其中之一 那你動一些佛 那來有什麼意思 動一些佛 為什麼佛春都是來的 還有佛春來的 是好成績才會佛 武馬贏就不會佛你的 武馬贏怎麼佛 慢慢跑 武馬贏也會阻人 武馬贏也有權阻人 武馬贏 Are you okay 若你沒問題 Вы贏這個多 你便危險 linear 有時候這些話 計法的意思是 即是中國人做事 就教人 他們做事 不教人 就是彈性處理 那你現在做這些 你要公道的 那一個尺匹 要的不是啊 你雖然的一個尺道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之前還是講一個澳門故事 是啊 那我當時當然是鬼 chang zo 就說不應該告掉 最後一場就找一個外籍董事 就在這個圖片裡找一個麥克風 要解話 為什麼穿視若是會告掉的 他讀稿而已 他不是跟你對話 那如果你不是有問題 這些告掉很閒的 馬圈 那我就掉就掉的 你是有少少阻人 你少少也有權掉的 你心中沒鬼 要不出來說話 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 你公道的 人家懂得看的 大部分我們的馬圈懂得看的 已經知道是不應該罰了 你做到是 每次都不同的 任你講 是不是 那次我們做現場 導演 江如球就馬上做個現場投票 掉不掉之間 好像掉不掉就是死 掉是ok的 為什麼呢 他真的有了 真的有了 但是那個騎士有沒有錯 但是這些小勒備和大力勒備 都有不掉的 他真的觀點角度有什麼講的 其實我們有話要講的 各位潘頓就特意進去那裡 這些陰謀量我們不要講了 免得越講越來 總之馬就掉了 人就罰了 就是一般事實 歡樂之寶就是因為他好像 就是 拆騎那個紀錄良好 所以罰一天 拆騎紀錄良好罰一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不良好罰八天了 任他講 總之他講完我們都不明白他講什麼 任他講 只有他已經認識 潘頓就賺過刑的 好像是罰錢的 潘頓就罰錢 我們不要講他 總之廢柴我們不要講那麼多 就是廢柴的董事 廢柴 廢柴 那就 喂 阿蟹哥就 投資壓下跌 大家知道 你也不買 你也不買 這樣跑 那天我買了少許 買少許 100就變成30 又不會買100 我買了1000 就不要說 賭100這麼厲害 買1000 但是我那個天也沒有 小頭住 是 因為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已經拜了老爸老母 先開始 明天來了 明天來了 那你上次 考完有沒有一些跟進馬呢 好像你也有些跟進馬 跟進馬 跟進馬 跟進馬就是 那隻 咖喱仔那隻 是啊 第四場 不是 第三場那隻 五號果然可以 哦 這個馬都很厲害 大馬很輕身的 這個樣子也很漂亮 那天有人排隊 我看來這隻馬 下場不到位 再下一場應該到位 是啊 響四班一定超 你有什麼跟進馬 我跟進馬 就是 阿威哥的獨步天下 獨步天下 是啊 那一場馬都是 OK 後上拍得不錯 但我覺得他 臨場拉出來的 各樣都 有條件的 這一馬 下次要跟著他 跑第四 跑第四 近近 很近的了 很近的了 喂 你又不是說 七猴善將 你那隻勝利神 他們說他會釣釣肚子 是啊 但一件事不是很厲害嗎 是 那些馬房我們不跟這麼久了 沒得跟的 是 沒得跟的 可能下一場不釣肚子是輸的 飄忽的 那些馬房飄忽的 我們個別事件 我們不評論那麼多 我們長長看 就是我們看臨場見到什麼就說什麼 那客觀的 你認為他超級的 好像 不是說說什麼 有時候 身下我們說他很硬 還未夠功夫 我們照說 那如果你幕後認為 有二三十分在手 照贏你的 那夠了 他質素答夠了 那你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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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直接判了 就是精英大師 三班贏定了 那些走回來贏 那些 那些排隊馬 其實也是幫到大家很多 大家都知道 第一場是五棚志 那隻 逐步贏 沒有人排隊的 第二場大夜門 是江南城 沒有人排隊的 另外一隻 就準備進軍六節 第八場那隻 我為力也沒有人排隊 三隻馬 如果聽聖地台排隊馬來講 就是避了三劫 不是那個梅花三龍 是避了三劫 所以排隊馬騎 是很重要的 是 就是幫到大家 那你就算太大夜門 第一 二場 那隻逐步贏 和江南城 拉出來 都不喜歡他的 他不應該這麼熱 是不是 是否因為馬房的鬥 小小好勝 因而變成了夜門 阿同哥 可能是 沒得商量的 現在那些五棚志的馬 都不能夠單單計實力 馬房旺 我一比就長奸 跟到現在 直落 就贏了十五次賽事 差不多兩個月 是 不過第二場那隻江南城 我們試辭 拉出來也很普通 已經批評這隻馬 上次第三 不是人氣 我最只不過 跑第四 中城寶寶 大夜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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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一燒它 那隻 那隻 灰馬 那隻 坎天鐵翼 是 燒一燒它 不過不要緊 沒什麼所謂 馬匹長長計 就是看林象 這個禮拜有十八隻新馬 怎麼搞啊 阿牌哥 是啊 十八隻新馬長計 十二月至一月 大部分的新馬 會 因為做功夫做了三四個月 錄了出籠的了 沒有 看看試襲 看看神操 我們最重要是看他臨場 走出來的模式 那個模式 那樣是否吸引 他的身體硬不硬 就是看他 我們只是 新馬我們是平的 當時我們看到的東西 至於他的底牌是怎樣呢 我們是看不到的 新馬也是講成熟的 講到以前 七十年代 那時候 有一隻企中熊 是啊 那時候 新馬的人九七五 是啊 但後期跑到二千多年 嚴短 企中熊 伊朗跑的 伊丹尼跑 伊丹尼跑 企中熊 新馬人九七五 他先成熟佔先 成熟好 那時候 那時候的年代 哪隻成熟 哪隻機會高一點 但後期跑到二千多年 嚴短 那些賽者就糟糕了 新馬跑成熟的 第一場 不過現在 現在的水準 那些新馬都拉得很近的了 就是說 我們說了七幾年的事 七幾年 那時候很參差 很參差 參差 那始終來講 看了排隊 應該有這麼多的眉目 看到多少 最誠實的 最誠實的 人家的新金白銀馬 有就沒有就沒有 對 有就沒有就沒有 所以這個禮拜 投注方面都要小針一點 18隻新馬 我們臨場看看 我們沒有問題的 我們 看看他 我們事前做了功課 看視習 看看他的神操 臨場看 拉出來就一定看到的了 模式啊 腰身 硬不硬正啊 做不做夠功夫啊 看到八成的了 喂 排哥人 當是初入門 看行圈的朋友 是 看新馬 最重要的第一步 要怎麼看呢 新重 這個說 肥獸 還有林鄭 急不急都很緊 如果不急就好一點 其實都沒有統一的 你一看來這隻馬 肥獸很重要 模式 那些馬 做不夠功夫 是柔軟很多的 那些馬做不夠功夫 是硬身的 那時候 硬滑滑的 還沒夠功夫 眼神夠不夠 看馬 沒有說一加一 是說你一看下去 那個感覺是怎樣 合不合這個眼圓 是 如果你看得多 你是同一馬 有電流的 大家 是感覺到大家 沒有一個 一加等於二乘 等於四的東西 這樣就好 這樣就不好 是你當時看下去 你那個秒鐘 你的感覺 還有你再看清楚 他的當時 他的身體語言 不過這些都是 要看好久才行 說的 不是那麼容易 我在學動物的語言 一學到就行 OK啦 你就跟他聊聊天 跟他聊聊天 行不行 OK的 這條條拍戲就可以 現場 不過動物應該有語言 你懂得說嗎 不是 好像看著小鳥 嘰嘰嘰嘰嘰嘰 應該是語言 應該是在聊天 你太高深了 不是 有時候你想贏錢 就要高深一點 都不要緊 但學著都學不到 一句都聽不到 就這樣學 早晨都聽不到 那些動物說早晨 怎麼說呢 明天有一隻馬 你喜歡呢 就洗眼 什麼馬 那些動物說 那些動物說 對呀 我準備明天介紹 你講講 為什麼要洗眼 上次潘頓跑 上次潘頓跑 那天一千公尺 一路跑 我跑法 我都不太喜歡 好像 總之就是 流浪多三四 那樣 我覺得這些馬 已經是很接近的了 還有 這次有賠率 我最重要的是 由潘頓轉 轉 轉 氣威心 這個喜歡擺錢的 不是 賠率 會上 注意力去到別處 變得更好 現在什麼賠率來的 好像70多元 70多元 是的 這隻馬 敲門的了 留意著 上次我沒有買這隻馬 但我留意這隻馬 因為這隻馬 每次都有人捧場 和派對 我看最後三百 左右 有兩隻馬 還沒買 潘頓已經是抽 還沒買 已經是抽 你看看那些 騎士 即是動作很古靈 他是萬不驚心的 即是他都 即是好像 沒什麼所謂 即是至少說 不是寸土必爭 又說回 那天告掉那隻 標知五知 標知五知 你看看潘頓 很隨便跑 因為他都知道 又不是說 在賭大錢 又如何 你看到他沒有 好像那些大熱門 走的位置 又如何 他很猛烈 你看他 只是隨便跑 即是隨便跑 即是隨便跑 對 他贏又贏 贏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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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賭 我們看到他 其死死在上面做什麼 你欲不欲 各樣 你騙我們不到 我騎的是連馬 我不知道你在上面做什麼 是不是 知道 他贏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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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又贏 贏又贏又贏 輸都沒有什麼所謂 即是很隨便 很輕鬆地打 你看看他 不過其實這段時間 應該翻查舊帳 上次把國際賽擺錢 國際賽不會 這次又留下 差幾十分 那只是一件事 他把國際賽出來給面 壓住雞頭 到時只有兩三個馬跑 對不對 那你喜歡那隻 你喜歡什麼 我當然喜歡那隻 日本馬富喜來 日本馬給我 很深刻的印象 我們那天 那隻先見 是 日本馬 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富喜來 上次已經試準了 近了 這次的位 更加OK 上次沒有人排隊 先打斷你 上次好像沒有人排隊 上次有人排 上次有人排 明天也要看有沒有人排 因為有沒有人排 我都排的 你先排了 即是到時看到排隊 那個龍龍只有一個人 那個就是陳華棠 對不對 我 忠實 忠實 忠實粉絲 因為我認為日本馬 在死賓有些好處 OK 他跟阿偉大家 龍流鳥同腹 龍流鳥 大家知道 他上次已經接近了 我見他 一日快樂 那加上 Michael正正 現在認得六場頭馬 好像八場還是六場 好像六場 七場 江忠知不知道 那天贏一場 多多 多多什麼 對 七場 那天風繼續出去 贏七場 希望這輩子 來第八場頭馬 包括不擔心Michael 今年 就是 再為這十六場頭馬 掙扎求戰 我相信 五雅次賽事之後 應該可以畢業 Michael贏多少 七場 贏七場 那就算這場八場 我貼到他當贏了 你先死掉 不是我貼到 我當年買騎士 我買了騎士 我在香港電台說 我當他今天贏三場頭馬 我們都可以 自己給個安心給大家 我們都很希望 本地的 連馬斯和騎士 都是成績會上去的 始終這裏都是香港 都是我們的地方 對不對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我們自己 都保護不到自己 總之 奮鬥 丁冠濤也是 第二場頭馬 還有機會 他不是第三次 畢業好像是辛苦 不要緊 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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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有作為一好 槍打出頭了 這樣 打他頭 是嗎 就是要用烏鷹拍 拍他 好像我們去 獨龜那些 去玩遊戲 這些 好氣憤的事情 就是總之把尺 就一次同有人握尺 你見以前 七八十年代 佛員有沒有董事出來解話 沒有 喂 馬會主席的馬都被人過掉 都是這樣 其實現在 香港馬會 現在資訊發達 沒有每個月的記者會 有一個月的記者會 在現場都可以問一些問題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的 你有問題 我立刻回答你 你下傳遞 又好像我朋友跟我說 阿棟哥 好像我跟你坐 我們跟觀眾有互動 你問什麼我們就立刻回答 馬會沒有 你問我們立刻回答你 我們知道你正在回答 不是你問我的問題 我下至五天後才回答你 我慢慢搞到社會才回答你 劇本 你慢慢不懂就去查 我們認識的 就即使說 我跟你 以前我記得 七八十年代 每個月有一個記者招待會 你可以發問問題 例如早前的什麼事 他立刻解答 現在好像沒有 即是好像我們 你立刻問 可能怕能堪 尤其是二座牌哥 我跟你的問題 他口都對 我們這些觀眾問我跟你的問題 我們立刻回答 我們在袋上拿出來回答 不同 我們下次回答 做一下功課 查一下 問一下 我們有很多資料 你問就回答 問什麼問題 對不對 立刻來 對不對 公不公道 公不公道 大家 自在人心 按台公論 我們就 小小龍鬚當然有 我們是講道理 我們都是磁分者 我們都是賭馬 我跟排哥整個單Q 不是 個人利益 是講整體 公不公道 也有一點 是公不公道 因為你現場 你介紹九哥 介紹十 不要緊 我們還有機會 好 今天 勝利 What up 的時間 又到了 重複 明天賽事 排哥很喜歡 第九場十目的著燈 我喜歡 第七場十目的負起來 但我先看看 沒有人排隊 如果沒有人排隊 就是馬一半 著燈我又要問一問 你不喜歡這個馬房 這個蘇惟兒 不喜歡 每個馬房喜歡 是飄忽一點 又飄忽 我們講馬 其實是飄忽馬房 你董事可以警告 麻煩你保持連貫性的走勢 你旗下想人馬 那連貫性的走勢 就問問那隻超超比 又是 今次為何要擺錢 大哥 你擺錢我們不買 其實那個拆騎指示更改 馬會有一段時間 就會公佈 現在沒有公佈 應該要公佈 總之現在做到 只是他認識我們 不認識 總之投注就要小心點 但投注額就不斷地跌 是正常的 正常的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現場 就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